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磁盘情况查询的相关指令 这几个指令也是用也是在我们十一开发中用的比较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你作为一个服务器管理员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这个这个系统里面有多少块磁盘 以及占用了多少 你看我以前在参加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时候这个系统跑不起来跑慢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磁盘怎么样 磁盘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我们服务器管理员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那个磁盘都已经到了80% 占用了80% 占用90% 这个时候你的系统整体的性能是要下降的 因此你作为一个管理员 或者说零零刻实下面玩零零刻实的 你就必须要准确的知道 清晰的知道你目前的系统磁盘占用的情况 对不对 那该加硬盘加硬盘 所以说你必须要知道磁盘情况 怎么去查询 那么我们现在看磁盘情况查询的相关的几个指令 一个是DF 一个是DU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儿举了五个工作实用的指令 就是在我们实义工作中用的特别多的一些指令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磁盘到整个这个系统的磁盘使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来我们先举第一个案例 就是磁盘情况查询 磁盘情况查询 我把它写到这里来 磁盘情况查询 好给他来一个 这样文本 然后呢给他来一个二这个标题 好吧 二这个标题 那么现在说第一个查询系统整体磁盘使用情况 就说目前我们各个磁盘到底使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来了解一下 好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我们 我先把这个文本占一下 标题三 好 他这儿有个指令叫什么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叫DF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先清一下屏 好清一下屏 同学们看 同学们看 DF-L 同学们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看 说你目前有三个分区分别挂载到的这些地方 没问题吧 你看 一个SDA3 SDA1 还有一个SDB1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两个G 这个不好看可以加个H 加个H 你看 这看得很清楚了吧 说有19个G 这边有 这边有14个G 对吧 这边有14个G 可用 还可用多少 这边是总数 18 一个G 200兆 这个是两个G 是我们刚才的 分别挂载到的那些挂载点 有个SWIP分区 SWIP分区它没有显示出来 SWIP分区没有显示出来 那个无关紧要 因为它是做交换分区的 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你目前持盘使用情况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卸载 我把这个设备卸载了 你会发现 立马 这个地方就看不到了 给你们演示一下 Mount M-O M-O-U-N-T 我卸载 HOME 6 D SK 回车 卸载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少了一块 是不是少了一块 所以说这个DF 这个指令用的特别多 经常用来去查看 你当前这个系统的 磁盘使用的情况 到底还有多少可以使用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 Linink審训员 当他发现使用 已经使用了很多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要跟 他的上级领导 或者项目经理说 咱尺盘有点不够用了 得想办法 不然机器就有可能 变得很慢 明白 好 现在呢 我把它给做一下 把这个给同学们解一下 好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指令 对吧 下边是我们尺盘使用的情况 问题吧 好 很简单 好 我把它保存一下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好 我把这个指令的相关说明 也给同学们 粘贴拷贝过来 基本语义法 对吧 实用指令 好 放这 做一个整体 这么放到这 没问题吧 就是记住啊 DF DF DISK DISK 把它放在这里 就可以 好 这是基本语义法 使用 放在这里 就行了 好 第一个题 第二个 第二个 同学们 第二个使用指令 是叫什么呢 叫DU DU DU-H 这个可以查办什么呢 查查询指定目录的 磁盘占用情况 比如说 如果我关心的是某一个目录 它占用了多大的空间 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以用DU来查 前面这个是查的是 系统整体的使用情况 而这个呢 查的是某个目录 占用磁盘的情况 能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吧 好 来 我把这个 给同学们 拿到笔记中去 那待会呢 我们走个案例 演示一下就行了 好 我把它放在 我们的笔记中去 放在我们笔记中去 现在呢 我把它列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当做 这个第二 第三个标题 第三个标题 基本语义法 这些都说清楚了 看啊 DU-H H就是忽悠慢 就是适合我们 人观察的 观察的这个 这个方式展现出来 然后他除了这个H呢 还有一些 其他参数 比如-S 指定 目录占用的大小 这个是 -H 是带计量单位的 就是比如说K啊 照啊 G啊 -A 就是带 含不含文件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参数是 Max De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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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指目录的深度 就是这个深度 这个深度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查到第一级还是第二级 下面这个C C叫列出明细的同时 把这个汇总值 就是统共占用了多大空间 给我们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看一个实例吧 就是说查询OPT目录的磁盘占用情况 深度要求为1 那这个指令应该怎么写呢 那我们看一下啊 就说我们来看看OPT这个目录 它的磁盘占用情况 我们要用DU 来给同学们演示一把 DU-ACH 一般是要写的 然后-max-深度 深度 等于1 然后我要查询OPT 看清楚 解释一下 A什么意思 看一下 A代表 就把文件 也给我统计进去 C代表 有个汇总值 H代表 有一个计量单位 使用我们 程序员观察 那现在我一回车 你们看效果 同学们看到 他说你这个OPT下面啊 有HOME RH有计价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都有了 是吧 然后统共是多大 统共311兆 总计量 那么我们统计的深度 是1级 统计的深度是1级 这样呢 就可以看到OPT这个目录 它的一个占用磁盘空间的 一个情况 311兆 所以我把这个呢 给同学们放到笔记中去 好吧 我们指令是这么写的 ACH代表什么含义 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参数的说明 已经有了 同学们看一下 好的 这个是查询指定目录的 磁盘在这种情况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一些在我们工作中 经常使用的指令 用的也特别多啊 那我还是老规矩 就一次性的把它放过来 我们来给同学们演示一把 这个呢 是二级目录 把它放二级目录就可以了 二级目录 好 来个二级目录 磁盘 情况是工作实用指令 那么他这有几个提要 我们做呢 一共有五个 我们来一起做一做 一共有五个 我们一起做一做 好 往这边挪一挪 往这边挪一挪 我们来看第一个 统计 home目录下文件的个数 你看我怎么写啊 现在这个指令 就比较中和一点了 统计home文件夹下 文件的个数 注意 他要统计是文件的个数 那这个指令呢 有点复杂啊 有点复杂 实际上写的 我先ls 杠 l 然后呢 我要对home统计 这个地方 是不是把所有都列出来了 但是人家不要这个数 人家要是 你这个下面 有多少个文件 那怎么办呢 grip 我 只统计文件 大家都知道 统计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就是 我要哪些呢 我要的是 这个 这个符号 是吧 以这个打头的 大家看懂了没有 就是以这个打头的 看得懂吗 就是说 这个grip 这个上的一个箭头 是一个定位符 定位 就是说 必须以这个 这个杠打头的 我才统计去 因为以D打头的 它是文件夹 不要统计进去 最后 再来一个管道符 wc就是统计的意思 l 一共有12个文件 你数一数 是不是12个 12345 678 9 10 11 怎么11个呢 再数一下 12345 6 7 8 9 10 11 12 对吧 12个 好 这个指令就是用来统计 某个目录下面 有多少个文件的 这个在我们工作中 是经常使用到的 我把它放在 我们的笔记中去 哪一块 就这一块 看懂了没有 这个地方用了两个 这个管道符号 先列出来 再过滤 再统计 看没有 三部曲 先统计 先列举出来 再过滤 过滤什么呢 只保留 这个杠打头的 普通文件 然后再用wc这个指令 来统计个数 最后显示12 好 这第一个题 咱们就做出来了 第一个题 咱们就做出来了 第二个题 统计 HOME目录下面 目录的个数 目录个数 那就更简单了吗 你把它改成D 不就完了吗 一共有几个目录 14个目录 你去数一下 肯定是14个 我就不再一个个的数了 你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没错吧 就刚好是14个 肯定它这个统计是正确的 好 这是统计我们目录的个数 目录的个数 保存到我们的笔记中去 保存到笔记中去 第三个 统计HOME HOME文件夹下文件的个数 包括纸文件夹下的文件 那就说 就是说 我不在统计的是 HOME下面 还得统计 HOME纸目录下面的文件 那这个地方呢 也很简单 其实啊 并不难 它就这样写的 这个是不是统计文件呢 但是它统计一成 我想 多统计怎么办 带个R 这个R就是地规统计 就说 我统计HOME 及HOME纸目录下面 所有的 以这个杠 打头的这些文件 那一统计 肯定要多一点 25个 没问题吧 好 这地方就主要体现在 多了一个什么呀 多了一个参数 哪个参数呢 杠R 保存到 我们的笔记中去 第四一个 统计文件夹下 目录的个数 包括指纹夹 那这个跟刚才 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换成 第 是不是16个呀 16个 那这为什么16个 你们可以去数一数 肯定是对的 肯定是对的 说明哪个目录下面 还有两个指目录嘛 对不对 好 我把它放在笔记中去 最后一个题 以树状显示 我们的目录结构 就树状图 你看我们目录这个结构啊 看着现在看着不好看 我们用tree这个指令 一回车没有tree 我教大家一个方式啊 用yam装一下 yam install tree 这是我们第一次 这个用这个yam指令 yam指令后面 我们还要详解 现在呢 体验一下 看他能不能连上我们的 他开始安装了 对吧 这个给我们装一个tree指令 有时候一个指令 没有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用yam 用这个指令 来安装 有些时候他会少一个指令 你们去安装一下就行了 超级片刻 安装成功过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tree指令 好的 他说我确定吗 那我确定 确定吗 我确定 基本上都是 都确定就行了 对吧 基本上就确定就行了 安装完毕 我们再用tree 他们看 现在是不是看起来很爽啊 就是从你这个当前目录 可以把整个这个目录的情况给你列出来 你看 数得很清楚 看看 对吧 test下面 test下面有什么 tom下面有什么 对吧 这个张三丰下面有什么 都有 那如果你想展示整个的 那你指令tree 从这开始展现 那这个内容量就大了 他就是从根目录 把整个竖状图给列出来 明白吧 好 这个我不决定了 东西太多了 好 那么我们这重点学了一个yam instoretree 这个指令 我给同学们沾一下 就当你需要安装一个指令的时候 可以 可以用这个yam来安装 我把它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tree指令是怎么用的呢 tree指令又是怎么用的呢 刚才我们演示了一下 就这样直接写就行了 好 直接写就可以 放在我们的笔记中去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好 同学们 那关于这个磁盘使用情况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也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把我们哪一块给大家讲完了呢 就把这块给大家讲完了 哪一块呀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零零刻字磁盘分区和挂载 给大家讲完了 OK 大家待会儿好好地复习一下 大家待会儿好好地复习一下